大家好,2021年1月十几号,刘老师 1月18 18号,想迎疫情,什么我们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想迎疫情 就问几个问题啊,刘老师,大家都听着呢 金灿荣,李懿,还有那个林教授,司马南 这几位老师,什么老师 这几位东西,您最反感谁,排个名 我最反感金灿荣,就是排第一 第一啊,第一金灿荣 为什么 因为他的身份特殊,你知道吧 就是压的装逼的逼格比较高 逼格高 逼格,李懿,纯不露流 那就是,那就是,这个排啊 这几个人排啊,像这个金灿荣 金灿荣,一线 一线,像这个司马南啊,什么这个 刚才还是林什么呢 林教授 林教授,那就属于十八线 十八线 像他把这李懿属于外围,你明白吗 李懿属于外围 人家不入流 那 所以,守恨的,就是最讨厌的,绝逼是金灿荣 那,那还有一个人比较特殊 因为我不敢听你说,您也少说 咱们问问谁啊,我问一下啊 官邻级,干部,胡老师,胡主编 那个逼啊,就应该排在他们金灿荣前面 你知道吧 那个逼,那逼绝对大盘一线 呀,相当于这个粉蛆界的范冰冰 你明白这个,绝对大盘 他那么最可恨的,你知道吧 就祸国殃民 这个逼啊,他就应该属于奸臣传 就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呀入奸臣传 你像他们什么金灿荣啊,什么就这些 这些个呢,入那种宁兴传 宁兴,就是他们的小人,奸邪小人 但到不了奸臣那个台面 哦,对对对 他不是臣,他上不去,是吧 然后像这个李毅,外围就属于昌幽传 就是跟那个妓女,戏子一样 昌幽传,他属于这个 那我听说这件李毅可老实了啊 他他们太傻了,就自个儿把自个儿玩死了 这人说都懒得说的,这太没劲 明白了,那最后一个啊 不配上咱们评论 最后一个这个,我的个人问题了 您觉得对这个太极雷雷有什么看法 他也不配我这个评论 我觉得啊,就是他更多的是一个小丑 就他是个逗逼,你知道吗 逗逼,很好玩,得有这个人 一定要有这个人,他太逗了 他的这个,他的存在的目的就是娱乐大众的 你明白这个吗 就这个传统文化呀 你不弘扬,好好的 是吧,你靠这号人一弘扬 歇逼完单操 他就这么一个人 你知道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人,这个人你不要把他弄死 你千万不要弄死 明白明白,是吧 养着 一定要养着,太好玩了 前些日子那个马老师被封禁 我成功极了 多好玩,好多人 就前一天看我一哥们手机壳 那个手机壳啊 就是马老师,你要耗自为之 不讲武德,多好玩的东西 对不对 他被封禁了,太遗憾了 行了,谢谢袁老师 我不能耽误袁老师太多的时间 我跟袁老师以后呢 还有很多的合作 但是,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 别着急 因为什么呀 疫情期间 咱们老老实实的抗疫放疫 对不对 谢谢你袁老师 拜拜 拜拜 拜拜